把你看见 格雅是怎么找到许晓妍的 我怎么知道 她天天归归碎碎的 谁知道在背后 是不是还做了些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她这么做吧 你可别说她是为我好啊 我真是谢谢她了 我才不需要这种自以为是的关心 和这种故意欺骗的惊喜 格雅也真是的 她这个人吧 说话做事从来不过脑子 还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不过我今天像我跟她聊 我看她那样 也是知道自己错了 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再说了 咱们不是也没把林志军的事情 告诉她吗 现在她知道了 多少心里也会不舒服 就当扯平了 好了 别闹心了 来 帮我做饭 去吧 福总啊 瞧您说的 我怎么能忘了您呢 您说是吧 莉莉小姐 那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聚一下呀 行啊 我没有问题啊 我可是约了你一个人啊 我知道 放心 这个小姐好痛快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胡总 换别人我才不会呢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行 那就这样 一会儿见 好香 好香 原来开过贝的虾就叫开贝虾 你可可爱打个电话呢 到哪儿了 不 我还正跟你打电话呢 我在楼下买啤酒 我在楼下买啤酒 回来啦 回来啦 对啊 你不是让我买啤酒吗 一起喝 齐火 怎么样 色香味俱全 今天什么日子呀 赵大厨你做了那么多好菜 当然是好日子啦 来吧 为了缘分 干杯 缘分 对啊 茫茫人海能认识就是缘分 更何况 你们俩在同一屋檐下 朝夕相处了这么久 那更是缘分中的缘分 你们说是不是 我觉得呢 别因为一点不开心的小事 伤了你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感情 其实我知道 你们彼此都是很在乎对方的 安娜 每次你出事 最担心的人是谁 一两次去槟城 都是格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的 所以呢 今天借了这顿饭 咱们就重归于好吧 来 准备 我发现你话还挺多的呢 来 来 尝尝这个 我的独门绝学 蒜蓉开贝虾 莉莉啊 你真是越看越漂亮 胡总真会聊天 是呀 以后能不能不叫我胡总啊 就叫我名字 叫你小强 拐着弯的骂我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你在渔情公司给他干助理几年啊 三年多了 调语怎么样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吧 还算凑合 可不能凑合 你这么年轻漂亮的 又这么有能力的 怎么能凑合呢 人生苦短 必须给自己好好规划规划 成为人生的大赢家 那胡总帮我规划规划 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人生大赢家 你愿意听我的吗 嗯 你们福禄花园这期的项目 是精装销售吧 嗯 余总呢说精装是大趋势 以后啊公司的项目全是精装 你们打算怎么做 本来呢公司想自己做 但是余总说 术业有专攻嘛 所以还是面向一切装潢中 是公司招标 考虑过我们吗 我们是全省招标啊 你们想要做的话可以 参加竞标啊 真正的 最新的公司 我当时要做的 那我们就怎么办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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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标底 不可能 我要是把标底给你了 那我在这个公司还干不干 姐姐 实话告诉你啊 我也不把你当外人 如果这事成了之后呢 你把你该拿的提成 全部拿到手 到时候来我们公司上班 你都帮我把后路想好了 你都帮我把后路想好了 可是这万一要 你放心 我会出任何问题 哥雅 你是怎么找到徐秋妍的 我没找徐秋妍啊 我们在杂志社碰到的 小说的事查清了吗 女魔头保密呢 对谁都不说 是吗 来来来 来尝尝我亲手泡的绿茶 还可以接接酒 我就不喝了 你俩喝完 为什么不喝了 这我才亲手泡的 对啊 我叫了代价就来了 对了 哥雅 上次问你借的书我看完了 我忘车上了 跟我去取一下吧 什么书啊 就是那本啊 我想起来了 那个 那我跟他下去取个东西 很快回来啊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我还得专门挑店 说吧 你们头给了你多少钱 什么意思啊 你骗得让安娜骗不了我 那篇连宰小说 是你写的吗 你别胡说 想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从你说完这句话以后我确定的 小说的最新一期 有你把我叫去帮你抓仓属的那一段 描写和现实里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你把故事安插在了男女主人公的身上 在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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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说点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 还有其他的很多情节 也只有在安娜身边的人将她写得出来了 怎么不说话 没什么好说的说什么呀 你是没脸说的 哥呀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可以拿朋友的不幸来换取利益 你们头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 你真是太可怕了 明里一把火 暗里一把刀 安娜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对她下手 你别说了 我说错了吗 你想我说什么 夸你文笔好 写得真感人 还是夸你伪装得太棒了 你知不知道安娜就像个傻子一样 被你玩得团团转 你说够了吗 我没说够 不想再听你说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开口安娜闭口安娜 安娜是你什么人 你跟陆安娜什么关系啊 我是她朋友 朋友 你们又把我当朋友吗 林志军没死这么大一件事情 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这叫朋友 安娜不想说自然有她的理由 作为朋友 我们不能违背她的意愿 又是朋友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这种鬼话说出来 连多多都不会相信的 你对陆安娜那点心思 我早就看出来了 只可惜天上掉下个林志军 破坏了你一切的幻想 老天爷现在又让林志军得了绝症 你是不是觉得你看到了春天 希望又来了吧 我没说错吧 我没说错吧 别忘了我身上出现在说的是你 你为了利益为了钱 连良心都出卖 我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岂止良心 你不喜欢钱吗 是 我是喜欢钱 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 你做得还少吗 你整天围着安娜转 瞻前马后了 如果她妈不是你老板 你为什么这样对她 她也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 可宁可你是这种人 我面对陆安娜的时候 火眼惊心 什么都看得清楚 面对我的时候 我就像一个瞎子 是真的瞎子 还是假装看不见啊 是真的瞎子还是假装看不见啊 可遥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是不是需要用钱 我好得很 我没有富豪的妈 也没有教授的爸 但是我从小靠自己 在这个城市打拼 虽然到今天我还要在 盧安娜的同情之下 才有一个永生之地 但是我只想让我的家人 过上好日子 我有什么错 我不偷不抢 靠自己的辛苦挣钱 这有什么错 连在小说就是我写的 怎么样吧 好 好 好 对 哥洋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 可以拿朋友的不幸 来换 나오 你们头头就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做出这种 背信弃义的事情 真是太可怕了 是 我是喜欢钱 可我不会为了钱什么事都做 你做的还少吗 你整天围着安娜转 瞻前马后了 如果她妈不是你老板 你为什么找不她 哥雅 哥雅 那边有人找你 找我啊 二舅 张婶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们 你也不提前跟我打个电话 我们在家出来太匆忙了 二舅 变样了 也是在街上俺都不敢认你了 小雅 你现在跟大城市的人一模一样 啥 跟大城市就是城市 那个 舅妈跟大表哥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 安娜 那农苍老太太跟老头 是格雅什么人 不知道 那老太太不会是格雅他妈妈 是格雅他妈妈早就去世了 那你们这次来是 一会儿不忙到外边说吧 好 这么一个三十九 来来来 吃早饭喽 哪这么多啊 要这么多干什么呀 够你自己吃的就行了 我给你舅舅我下火车的时候 都吃过了 快去退了吧 拿上来的东西就退不了了 你们最爱吃的包子 快 吃吧 我去退 你坐下吧 别退了 克雅小活你最疼的 他现在笑一笑你都应该呢 还有一片心 你快吃吧 你没看这上面写吗 就这么几个小包子 十五五块钱呢 这太黑了 黑什么黑啊 真挺好吃 不是 你咋呀 你尝尝呀 尝尝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哥雅 你是不是挺忙的呀 还行吧 对了 你这次跟张婶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张婶得病了 什么病啊 这是咋东西呢 老月 你看 这设计的还都挺不错的 李总 起劲子 老月 这几家公司 你觉得哪一家更合适我们 相比较这几家公司 相比较这几家公司 叶峰 舒适嘉和海强比较不错 他们不管从规模上还是经验上 都比较突出 而且呢 他们设计的方案 比较符合我们的理念 老周 要是这三家公司让你选择 你会选哪一家 这三家公司都各有所长 如果我要选 我会结合他们投标情况 做出决定 你怎么还在这 马上出去 这事啊 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老月 通知基建部 准备投标吧 好的 谢谢 哥呀 上午那两个人找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上午那一个是我二舅 跟老家的一个邻居 他们找你是有什么事吗 那个邻居呢 叫张婶 她在我们老家医院检查处 得了癌症 她听说咱们中心医院 有一个田教授 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想过来检查一下 她让你二舅陪着 她家里没有人了吗 她没有儿女 所以让我二舅陪着 张婶呢 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他们老两口 对我都特别特别地好 当然我刚才呢 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 说田教授的号 得两个月以后才能排上了 没事 你别急 我打电话问我个妈 我打电话问我个妈 怎么这么多人啊 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人还多啊 不算多啊 你们现在在这儿等一下 我朋友让我去找伊领 什么是伊领 就是带着你看命的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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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领啊 头四点啊 伊领啊 头四点啊 伊领啊 我说昨晚就过来排队了 我问你外人员 愣着我没用 你看了这么多人啊 上次在县医院 就排了两天的多人 没事 大不过去 我给你排 今天要干嘛 明天肯定让你看上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我 我要给你排 我带点吃的喝的 我这上次你排 明天肯定让你看上是吧 一天能排得上 能能能 我有 来 来 来 伊领来了 你们好 请跟我来 走吧 走吧 咱们跟着呢 您好 请问哪位是张淑琴 这位是 我是 老人家 请往这边走 走 走 范院长 范姐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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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田医生 你好 田医生 你好 麻烦了 你们三位哪位是患者 这位是 这边请 这位 这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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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您身体哪边不舒服 这是您的管理吗 我就是总发烧 完了吃饭也不太好 这是干什么吗 这么多东西 不行 不行 咱得给您再送去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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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定要收下 这是张淑琴特地从老家 带来给您的 她说她这辈子看病 都没受过这个待遇 所以特别感谢您跟阿姨 你看 这 这不是应该的吗 那 爸 您就收下吧 这个呀 是格亚老家人的一点心意 要不是我妈帮忙 说不定现在都还在排队挂号呢 那 那我们就收下 格亚 一定替我和安娜的妈妈 谢谢张淑琴一家人 好 好 好 不走了 你去吧 来 咱们把她拿来做房子吧 你行吗 我可以 好 小姨 什么事 我前两天 看到多多在街上 跟一个女的聊天 小姨 我看那背影啊 越想越觉得 像是上次来咱们家 自称是林志军老婆的那个女的 你问多多了吗 我问了呀 多多不承认啊 那肯定是你看错了 我看错了 不可能啊 她没事跑这儿来干嘛 吃饱撑的 小姨 肯定是你看错了 赶紧配个老花眼镜吧啊 好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个死孩子 你说小姨老了是吧 桃儿 你找我 下一期的稿子里什么时候叫 好 我最近家里有点事 能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搞清楚一旦断更 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你考虑好后果了吗 我会抓紧时间的 明天把稿子交给我 明天 不行 我玩不了 玩不了 那你就完了 只要一断更 你就可以滚蛋了 好吧 好 哥呀 你赶紧来看看这个 这个太逗了 你自己慢慢看吧 我要急着写稿 女魔头催我交稿了 写什么呢你 路途见闻啊 见什么闻 土耳其 你又没去过 摆动一下不行吗 还非得去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杂志的销量下降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说实话 你今天可是跑第四趟了 你今天可是跑第四趟了 你 小蓝 格雅去学手间了 对 我是安娜 那一会儿格雅出来 我让她跟你回过去好吧 好 再见 快 快点 快点 我问了很多了 这是你写的 这 这 这我 没想到 原来你就是那个作者 是你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你怎么下得了手 对不起 对不起 你骂我吧 对不起 你有什么气你就撒出来 别这样 没有这个必要了 没有这个必要了 没想到 却室 没有这个必要了 没有这个必要了 关上去 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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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阿娜 放开 你干什么呀 阿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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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你别生气好吗 你不要碰我 你给我放开 你赶紧看看 还有什么东西你给我搬走 我现在就给女模特打电话 我说我不写了 行吗 不行 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是这种厚颜无耻 没有良心的人呢 你背着我干这种龌龊的事情 表面上跟没事一样 有说有笑的 你是人是鬼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我就是 你别说是你们头让你写的 你不相信 谁都没有办法让你写 不是他让我写的 是我自己要写的 我错了 你没错 朋友们 不就是拿来骗拿来坑的吗 错就错在我对你掏心掏肺 任由你这样在背后一刀一刀痛我 你不去挡演员你简直可惜了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你现在另一把从我眼前消失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你不想看见你 你不想看见你 你嘘 我小子 我可能没有了 我怕你 你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那儿搞了你张大哥支付的菜了 下班我就接你跟安娜一件去啊 我不去了吧 你们去 你不是一直嚷嚷要看吗 我好不容易才要到的 那个你跟安娜说一声 我就不给她打电话了 今天例会有两件事 都是关于小清新未来发展的 涛儿 我们杂志社要发展 您得先擦亮眼睛了 比如说 没有良心的人不能用 没有德性的人也不能用 这堵人写的东西更不能用 要不然咱们杂志社 岂不是成了 没有德性的杂志社了 卢安娜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您心里还不明白吗 你有什么事 会后再说吧 莫总 连载小说对你说永别一路长销 这多少以后我的功劳吧 要不是我交了一个背信七一两面三刀的朋友 销量能这么好吗 格雅 我说得没错吧 卢安娜 莫总您别急 我再给您个建议 换个携手吧 这个作者水平真不怎么样 全篇胡编乱造洒狗血 一看就是对心阴暗 没有被人爱过的失败者 卢安娜 你太过分了 真是 要因此 去抢个携手 去抢个我 去抢个我 这个抢个我 不教我 所以抢个我 抢个我 你抢个我 她方方的写了 我不行 别说傻话了 要不然这样吧 你今天先回家 好好地休息休息 我真的不想写了 你别傻了 就算你现在不写了 罗安娜会原谅你吗 你们会和好如初吗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今天罗安娜说话 也的确是太刻薄了 我都听不下去了 要不是有那么多人 我真的想跟她 好好地白吃白吃 涛儿 你别说了 我真的觉得不行了 那可不行 我们的杂志 靠着你的小说卖钱呢 我把这一期 下一期的版面 都给你留好了 你突然间料挑子 那怎么行 你一定得写下去 我不写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增加稿筹 这跟钱没关系 你真的不写了 我可以再写别的 把预留的那些版面 给补上 不用了 三条腿的青蛙不好找 两条腿会写字的人 我还难找嘛 如果你不写了 其他的也不用写了 你自由了 好 我明白了 不想写就滚 你怎么把东西搬过来的 我怎么把东西搬过来的 搬家公司啊 什么意思啊 我打算跟安娜一起出来 我打算跟安娜一起出来 是他把你赶出来的吗 是他把你赶出来的吗 他怎么知道 昨天我上厕所的时候 他无意间看到了我的电脑 我就知道早晚点出事 我去劝你去 你别去了 你现在去就会让他更生气 那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一天的治安很不好 而且这儿离你们杂志车太远了 坐车也不方便 我辞职了 辞职 为什么 女模特想让我继续写 我没同意 那知道这事吗 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平凡 对我觉得 其实那天 你讲得挺对的 这件事 的确是我做错的 我一直都抱着一种侥幸心态 我觉得好像 只让安娜不知道是我写的 这事还就可以很快就过去了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怎么能背着她干这种事 就为了那份工作 小小的觉得自己特卑鄙 所以不管她对我说什么做什么 我能接受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不会原谅这样的朋友 我的是 对 我不是说我 不想怎么会 能不能回事 我不是说我 我怎么能够回事 但她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 她因为这件事的把工作丢了 她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家 往后怎么生活 她辞就是她自己要辞的 又不是我让她辞的好吗 那她从这搬走也是她自愿的吗 我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就是不想再看见她了 你知道她现在住在哪儿吗 黑漆漆的小房子 又市又巢 而且那一篇的治安特别不好 赵兵凡我问你个事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是戈牙写的 我也是这两天才猜到的 我募过戈牙 她承认了 你们俩可以啊 一个在我背后捅刀子 一个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你们怎么不搞个组合呢你们 安娜 我之所以不告诉你也是因为 因为我不想看见你和戈牙闹牌 因为我不想看见你和戈牙闹牌 我不想因为你们这件事情就散了 我不想因为你们这件事情就散了 散了才好呢 散了才好呢 不然我还等她们把我卖了 我给她数钱是吗 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你就不能 你现在是事不关己可以唱高调 如果有一天也有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还可以像现在这样轻描淡写吗 你也得分什么事 她现在辞职也好 搬出去也罢 都是咎由自取 只有好的品质才有好的口味 这点您大可放心 这次的工程呢 由我亲自监管 想去忙里求私 怎么样 我太想陪你去的 你一个小小的经理 公司的事情还龙舍你担心呢 不是因为你 才关这张卡吗 感谢这事我一直在调查呢 像这么大的上市公司 想要找到证据没那么容易 你得给我点时间